大家好,我是晨晨妈 今天我们是勾这一款杯套 这款杯套看起来会比较立体 这种花形也比较漂亮 然后也有特色 这个是用五股牛奶棉勾出来的 用到三种颜色的五股牛奶棉 是从杯底开始勾 然后勾这个主体 再勾这个提手部分 五股牛奶棉 咱们可以用2.5、3.0的勾针都可以 其他的就是基础工具 现在我们就起针开始勾 咱们是环形起针 这个线头在手上绕一圈 用自己的方式把线带好 咱们开始勾这个杯底 杯底咱们勾的是长针 所以咱们勾三个锁针起立 三个锁针起立 然后我们在大洞里面 继续的勾长针 咱们的第一圈 我们要勾12个长针 12个长针除了 就是这12个长针不包括 三个辫子的起立针 12个长针勾完 接着咱们拉紧线头 拉到中间的没有缝隙 没有动 尽量的拉紧 拉到它没有动 然后我们在第一个长针 对应的辫子里面 我们在第一个长针对应的辫子里面 引拔结束我们的第一圈 好 这个地方一定要拉紧 我们的第一圈的一共是12个长针 那接下来从第二圈开始呢 咱们就要加针 每一圈都是加12针 好 所以首先呢 也是三个辫子起立 接着咱们在 引拔结束的 也就是第一圈的第一个长针的辫子里面 记得长线头 咱们在这里面呢 开始 勾两个长针 这是一个 还是在这个地方 咱们再勾一个长针 这样就相当于在这一针里面 咱们加了一针 那像这样呢 咱们要重复12次 也就是每一个长针对应的针目里面 咱们都是勾两个长针 第二圈勾完 一共有24个长针 不包括起立针 一共12组24个长针勾完 然后我们也是在第一个长针对应的辫子里面 引拔结束 引拔结束第二圈 这是第二圈 接下来第三圈继续要加针 三个锁针起立 接着咱们在引拔的第一针里面勾一个长针 在下一针里面勾两个长针 也就是加针 第三圈的规律就是 一个正常的长针 一个长针的加针 这个就叫做隔一再加针 就是勾一个正常的长针 再勾长针加针 把这三针看成是一组 那么很显然这一圈也是一共有12组 第三圈勾完之后 总针数就是36个长针 像这样就是完成了两组 不包括起立针 第三圈也勾完 我们依然还是在第一个长针对应的辫子里面 引拔结束 拉紧线头 接下来是第四圈 一 二 三 三个锁针起立 第四圈还是要加针 规律就是隔二加一 也就是先勾两个正常的长针 也就是前面的两针分别各勾一个长针 这两针都不加针 我们第三针再来加针 这里面要勾出两个长针 勾出两个长针 这个就叫做隔二 隔二加一 那我们把这四针看成是一组 那这一圈的同样是有12组 所以第四圈勾完之后 总的针数就是48针 第四圈也勾完 我们还是在第一个长针对应的辫子里面引拔结束 那么杯子的底部 一般大小的杯底呢 有这个大小就合适 它的直径大概是7厘米 如果你觉得小了 你加杯子更大 那你就还要再勾一圈 再勾一圈的那就是隔三加一 也就是先勾三个正常的长针 就是引拔的地方一个长针 第二个长针里面勾一个 第三个长针里面勾一个 前面三针都是各勾一个长针 然后在第四针里面去勾两个长针加针 隔三加一 然后这一圈勾完 你的第五圈勾完呢 那就是一共有60个长针 好 大家呢就根据自己的需要 把这个杯底勾好 杯底勾好之后 现在我们就来勾这个杯套的主体 杯套的主体 第一圈咱们要勾短针 所以我们一个锁针起立 引拔的地方是第一个短针 如果你怕找不到就放记号扣 包括杯底也是一样的 第一圈呢就是不加不减的 每一针里面 咱们都是只勾一个短针 所以第一圈勾完之后 一共有48个短针 勾到了最后一个短针 然后最后一步呢 咱们需要换线 我们在另一种颜色的一头 这个也是打个活扣 咱们呢在放记号扣的地方 引拔结束第一圈 咱们引拔结束第一圈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 用到第二种颜色的线呢 来开始勾第二圈 带过后面线圈 然后把这些线头呢 咱们都是要把它尽量的拉紧一点 好尽量的拉紧 接下来呢我们第二圈 第二圈的方法跟第一圈是一样的 也是不加不减 每一针里面都是勾一个短针 一共有48个短针 然后你当你勾到最后一针的时候 最后一步呢也是跟刚才一样 要换第三种颜色的线 第三种颜色的线换好之后 我就用它去勾第三圈 第三圈呢跟现在这个第二圈一样 也是不加不减的48个短针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四圈 开始勾这个花形 第三圈我这里勾到最后一针 咱们最后一针的最后一步 同样要换线 好咱们从底下把第一种颜色的线 也就是把咱们的阻色线把它拿起来 我们要换线 然后也是在第一个短针对应的针目里面 引发结束 把线头拉紧 好这些线头呢都要拉紧 好那么这三圈呢 咱们都是不加不减的48个短针 这三圈呢相当于是打底的 咱们接下来从第四圈开始呢就勾这个花形 这个花形呢是每6针一组 然后一圈有48针就相当于有8组 好咱们现在从花形 我们就从第一圈开始讲 把这个第四圈当成是花形的第一圈 第一圈的勾法是一个锁针起立 咱们在引拔的第一针里面勾一个短针 好我们在第一针上放号 做好标记 接下来咱们在第二针 接下来咱们在第二针上呢 要去这个什么 要去那个勾这个花形 也就是勾咱们的外勾短针 第二针呢咱们不在这里录针 好而在第一种颜色 也就是第一圈的短针 咱们待会是这样录针的 是这样录针 勾一个外勾的长针 好在这个地方 好然后这一针对应的上面的这一针呢 咱们就不勾 呃外勾长针勾完之后 咱们就会把第二针空掉 然后就勾第三针 所以我在第三针上放个记号扣 标记一下好 我们第二针相当于这个地方不勾 咱们呢是在 跟这个颜色相同的第一圈的这个短针位置 咱们这样来勾好 这样来勾好 把这个线稍微的拉长 拉到由这个现在的这个这个地方的高度一样 好 一样的是勾长针 只不过这个就叫做外勾长针 好 所以大家看这里还是两针 针数是没有变化的 接下来咱们就在记号扣的这一针 在记号扣的这一针 勾第三针 就相当于这上面呢 咱们把第二针给间隔掉 空掉到不勾 好 我们在底下勾了 好 我们这个花形呢 就是五个短针 一个外勾长针 就是这样的规律 这两针呢 我们先不算 好 先不看 好 接下来我们已经勾了一个短针嘛 接下来我们再勾四个 两针 三针 四针 五针 好 看到吧 我们这里先不管 勾了五个短针 接下来第六针 咱们又要再 接下来第六针 咱们又是跟它一样 勾外勾短针 好 这个地方 待会我们就不勾了 我们外勾短针勾完 也是就勾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不是从这里录针 也是从这个地方录针 这个就叫做外勾短针 外勾长针 咱们从这个地方录针 好 把这个拉长一点 勾了一个外勾长针 五个短针 加一个外勾长针 这六针为一组 这就是整个这一款杯套 这个主体的勾法 就是不断地重复这个勾法就可以 好 所以接下来咱们又是 五个短针 三针 四针 五针 五个短针 然后是一个外勾的长针 外勾的长针 外勾的长针 外勾长针勾完又接着进入下一组 然后下一组的这个短针一定这里不要漏掉了 好 如果你发现不了 比如说刚才是在这个地方勾外勾短针 那接下来是隔壁的是这一针 我们属上来对应的就是这一针 开始 这是第一个短针 第二个 所以接下来又是五个短针 一个外勾长针 就这样把这一圈勾完 发行的第一圈勾到最后一针了 勾到最后一个短针 注意最后一针的最后一步 咱们又要换线 换第二种颜色的线板 它拉上来 好 然后大家这里要注意的是 我们这里最后一个外勾长针勾完之后 这里应该剩下四个短针 加上一开始的一个短针和一个外勾长针 也构成了一组 这样就没有勾错 好 然后我们也是在第一个短针对应的针目里面 引拔结束 咱们的花形的第一圈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花形的第二圈 第二圈的规律呢 其实跟第一圈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第一组要错开 首先引拔的地方第一个短针 你怕找不到呢 就放个记号扣标记一下 接下来上一圈外勾长针的辫子里面 咱们也勾一个短针 好 这里呢 我们就是勾了两个短针 接下来我们就要勾外勾长针 外勾长针跟刚才的方法是一样的 好 咱们也是在这一针对应 好 对应下来 是在这个地方录针 勾咱们的一个外勾的长针 外勾长针勾完 好 这三针我们先不管 先不管 接下来呢我们就也开始正式的一组了 好 一个短针 两个短针 三个短针 四个短针 好 第五个短针 一定是在上一圈外勾长针的地方 如果你不是 那就说明勾错了 接下来咱们又是能到外勾长针 在下一针里面 在这个地方勾一个外勾的长针 好 这样就完成了一组 然后前面的三针呢 咱们等一下勾到后面的时候 就也可以把它凑成是完整的一组 大家把这一圈勾完 第二圈的最后一个外勾长针勾完 那如果没有勾错的话 最后应该剩下三个短针 这三个短针 加上一开始的两个短针 也是五个短针 加一个外勾长针 好 最后一个短针 最后一步 咱们又要换线 把我们的第三种颜色的线 好 把它拿上来 勾过来 然后在记号扣的地方 引拔结束第三圈 引拔结束第二圈 花形的第二圈 好 这些线头呢 都尽量的拉紧 接下来看一下花形的第三圈的勾法 一个锁针起立 同样引拔的地方第一个短针 好 大家放个记号扣 接下来第二个短针 好 这个外勾长针上第三个短针 好 接着咱们的第四针 就要勾外勾长针 方法跟前面相同 外勾长针 好 这四针呢 咱们也是先不管 先不管 然后就去开始 进入到一个完整的循环里面 也就是五个短针 一个外勾长针 四针 第五针 记住 第五个短针 一定是在外勾长针上勾 然后这三个外勾长针 大家也发现了 它一定是连在一起这样勾的 它一定是连在一起这样勾的 好 如果你没有不是的话 就说明勾错了 好 接着 我们刚才完成了一组 然后又去开始下一组 五个短针 一个外勾的长针 是吧 你看三个外勾长针 它一定是连在一起的 而且是这样成阶梯 撞地针 地近的 好 大家呢 把它勾到最后 第三圈最后的外勾的长针 勾完之后 我们就应该还剩下两个短针 加上一开始的三个短针 就是完整的一组 好 最后一个短针的最后一步 咱们又是换线 把第一种颜色的线呢 把它拿起来 在第一个短针的地方 引拔结束 这样就完成了换线 然后我们就要开始第四圈 好 所以勾到这里 大家也发现了 我们花形的第一圈是 先勾一个短针 加外勾长针 第二圈是两个短针 加外勾长针 第三圈 三个短针 加外勾长针 所以接下来 第四圈肯定就是 四个短针 加外勾长针 好 所以 引拔的地方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这个外勾长针上 第四个 好 接下来 我们又到了 勾外勾长针的地方 好 那这里几针呢 我们也是先不管 然后我们才开始一个完整的循环 一针 两针 三针 四针 好 第五针 一定在外勾长针上 然后又是一个外勾长针 这样就完成了一组 接下来大家把这一圈勾完 第四圈勾到最后一针了 只剩下一个短针 加上一开始的四个 就构成了五个 完整的一组 最后一个短针的最后一步 咱们又是要换线 把底下第二种颜色的线 把它拿起来 把它勾过来 然后在第一个短针的位置 引拔结束 好 拉紧线头 这些线头都拉紧 接下来是第五圈 第五圈很明显就是五个短针 加一个外勾长针开始 第一针 第二针 第三 第四 第五 然后就是外勾的长针 好 那大家会发现 在这一圈开始呢 就是一个完整的一组了 然后后面又是一样的 五个短针 一个长针 勾到了最后一针 咱们勾最后一个短针 然后这一圈的最后一针呢 就应该是能到外勾的 外勾的长针 好 就是 在这个地方来勾 好 这个地方因为碰到引拔的 这个地方所以会有点紧 好 咱们也是正常的勾一个 这个外勾长针 然后注意外勾长针的最后这一步 咱们就换线 换成我们的第三种颜色的线 第三种颜色的线 好 然后把它勾过来 在第一个短针的针目里面引拔结束 第五圈 好 现在开始第六圈 一个锁针起立 那么第六圈呢 咱们就要第一针就勾这个外勾的长针 第一针就勾外勾的长针 好 对应下来 找到同种颜色的这个短针 咱们在第一针上就勾一个外勾的长针 好 这一针呢也是先不管 然后开始一个完整的 第一针 第一个短针 第二个短针 第三个短针 第四个短针 好 第五个短针在外勾长针上 这样就没有错 接下来又是一个外勾的长针 这样完成了一个完整的 完整的一组 然后呢 用这个方法把这一圈勾完 第六圈来到最后一针 好 我们刚好第五个短针 也是勾在外勾的长针上 然后在第一针 也就是这个外勾长针对应的辫子里面 引拔结束 好 这里不要忘记了换线 我们把第一种颜色的线呢 把它拿上来 然后去引拔结束第六圈 那么到这里呢 一个循环呢就勾完了 那这一款杯套的花形呢 它就是六针为一组花 然后每六圈为一个循环 这里说的六圈不包括底下打底的三圈 说的是从上面勾花形开始的六圈 好 所以你看 接下来的这一圈又跟花形的第一圈的勾法是一样的 先勾一个短针 你看刚好也是用到第一种颜色线是吧 然后呢一个短针接下来就开始勾外勾的长针 然后又去开始后面正常的一组 所以这一圈的勾法就跟我们的一二三 这三圈是打底的不算 跟花形的第一圈的勾法呢是一样的 所以等一下的下一圈它的勾法跟花形的第二圈勾法一样 也是两个短针一个外勾长针 再下一圈又是三个短针一个外勾长针 就这样就这样按照前面花形的六圈的勾法 一直一直的往上面勾 勾到你自己需要的这个杯子的高度 然后呢差不多我们后面还剩下有这样两三圈的样子 用主色线要勾几圈短针 然后勾到你自己需要的高度 我们这个花形就不用勾了 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勾那么高了哈 我就勾到这里 然后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咱们这个上面几圈该怎么勾 我们这里完成换线换成主色线之后 接下来咱们就是这几圈很简单 就是不加不减的每一针都去勾短针 然后这两根配色线呢咱们就可以剪断不需要了 在勾的时候就去藏一下线头 把它压在勾针上去把这个线头隐藏起来就可以 然后我们就是勾个这样三圈或者是四圈的样子 这三四圈都是不加不减的48个短针 大家把它勾完 然后我们这个杯套的主体呢就勾完 接下来最后就要勾这个提手部分 几圈的短针勾完 现在我们开始勾这个提手 这个提手呢也勾的全部都是短针 一个锁针起立 引拔的地方勾一个短针 接下来连续勾四个不加不减的短针 这个提手呢 一般有这样四到五个短针的宽度就够了 我这里呢是勾四个 如果你的杯子更大呢 你也可以勾五针或者是六针都可以 好,这就是提手的第一行 然后一个锁针起立 翻转之物 接下来这四个短针我们又要勾回去 也就是提手的就是 每一行都是不加不减的四个短针 就这样一直勾 勾到你自己需要的一个长度 然后我们就来跟对面进行一个连接 这是第二行 一个锁针起立 翻转又来到正面 然后又是四个不加不减的短针 好,大家呢 就这样的把提手部分把它勾完 时间的关系呢 我也不勾那么长 好,我们就是勾到自己需要的长度 然后这个线头 不管是在左边还是右边都可以 勾完最后一个短针 咱们就可以断线 留个这样十来厘米长的线头 直接把它拉出来 穿上我们的缝合针 我们就可以去缝合了 这个提手呢 它是我是占了四针 那么对面缝合呢 也要占四针 一共就是八针 咱们总的针数呢 是48针 所以呢 我们就是从这边数二十针 这边也有二十针 找到自己的位置 它一定是居中的 找到我们的位置 然后去缝合就可以 这个缝合呢 也是没有难度 直接的一针对应一针 每一次呢 建议大家都走两遍 这样呢会更牢固一点 好,比如说 现在我穿到第二针里面 背套的主体呢 也是穿到第二针里面 同样走两次 接下来是第三针 直接穿过这个辫子的两根线 这样呢会更牢固 也是走两次 然后是最后一针 背套的最后一针 咱们也是走两次 这样呢就缝好了 它就是非常结实的 然后我们最后 在里面去隐藏一下这个线头 大家自己尝一下这个线头 这个背套呢 就这样全部的够好了 上下—— 面 Kommentare 上下